小妖回到歌舞坊和一碗式的专须一起离去不提 你去喝酒了 专须问 喝了点酒就几杯 吃了个饼又吃了肉甜甜肚子而挤 她摸摸自己的肚子一脸可爱 哥哥事情谈完了 嗯 我们回去说 到了朝云峰请殿 青鸟丝情报 月亮过几日应该会递过情帖 邀我赴宴 此去恐有圈套 你就在朝云峰等我 我自会做好万全准备 专须说 哥哥我今日在歌舞坊看到防风室 怕也是他们请来的 你要小心 他们的剑术怕是无人能挡 小妖担心 要不还是我和你去吧 我的身份 他们不敢 既之危险 我更不能让你去了 放心我会安排好 专须不想让他陷入危险 小妖想了想 哥哥 我有办法 若帖子递来你先找个由头 把日期往后推半月 我找人给你做个 以假乱真的傀儡 当下二人定好计策 第二日 小妖就去山下的屠山车马行 写了张字条 连同她送专须的那条虎尾 一起送到青丘请屠山井 做个傀儡 那掌柜的看 小妖要找的是自家公子 又持了王室令牌 不敢多问 也不敢拖延 当日就专人夹急送往青丘 屠山井看到是小妖的消息 虽字条上 只说傀儡的事并无其他 她还是很高兴 想到她能主动联系几事不容易 自离开高薪就没再见 很是思念 也知道此事要紧 便加紧为她治了傀儡 五日后 她亲自送往朝云峰 小妖看她一脸风尘仆仆赶来 很是感激 便留了她一起喝茶 你其实不用特意跑一趟 本己是麻烦你 小妖为她续了一杯 不麻烦 屠山井羞涩 小妖 我们自高兴后就没有再见 我以为你几斤忘了我 我如何会忘了你这个朋友 我们一起在清水镇上待了那么久 我早几把你当成好朋友 只希望你好好的 找回以前那个风光际月的屠山公子 小妖她顿了顿 我会退婚 我与防风异应并无感情 我只心悦你 她双眸深情 小妖在心里叹息 紧 我很感激你 但感情的是不可勉强 就像也不能勉强你喜欢依依一样 我知道 我愿意等你 她退一步 你不需要等 我不希望失去你这个朋友 我希望你这辈子都平安喜乐 你在我心里很重要 但不是儿女私情 小妖拍拍她的肩 小妖从怀里掏出一面小镜子递给她 这镜子里的画面 是我偶然记下 我想你应该需要知道 她站起来 这镜子你先拿去用 以后再还给我 里面的画面你回去后 自己悄悄看 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我只想你平安 图山景拿着这镜子 一时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只是相信她不会骗她 好 图山景心里因为她的话伤感 但她是个擅长等待的人 她相信总有一天 她会感受到自己的真心 送走了图山景 小妖把傀儡交给专须 哥哥 成了 有了这个万无一失 图山景今日来就是送这个 专须拿着手上的傀儡 做得倒是栩栩如生 她注入灵力 傀儡便化身成一个 与她一模一样的身体 两个人都按惊叹图山市的手艺 小妖 宴会日期就在七日之后 铁子几经送来 你放心 我挤让军役安排下去 定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相信哥哥 果然 宴会那日听专须回来说高兴溪和部的宇江 联手防风市一起对他们围堵 傀儡被一箭射中心口 宪政安排在朝云殿偏殿里躺着 这是持续了几月 最后皇帝发配了得严手下商阳市 宇阳旗下的湖河市 清理了他们在朝内的核心势力才算结束 皇帝把一枚桑叶状的玉佩交到专须的手上 是邪祖娘娘原来亲自训练安卫的指挥令牌 从此这批安卫都供她驱策 此后 皇帝封专须为和运内使 赐服第一座 也算是在朝内有了身份 可以名正言顺立于朝堂 开始了她的第一步 当然 五王七王下面给她使绊子的市场有 但都打不倒她 小妖一起搬到专须的府邸 倒食了一间药炉出来 又开始每天给香柳制丹药 也开始着手皇帝内经的墨写 此书集中了福西 神农 皇帝三位王者的医学经验 分 素问 灵书 两部 上部共73卷 下部81卷 功成浩大 智丹 练功 墨写这三件事情忙得她头头转 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只是自从庆典后 到现在几经好几个月没有智丹 现重新拿起来 倒让她觉得那日绝别的事 还像在昨日一时心痛不及 甩甩思绪 又想到她如今无伤无痛 还能在轩辕城里晃悠 应该还不错 只是 她竟然这么狠心 心里难免又气又伤心 她毕竟还是个小姑娘 美美之丹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把自己的心绪表露出来 一会雕朵梅花 一会又桃花 大海 月亮 湾宫 果林 木屋 她都以血为瘾 就怕日后她受伤不够用 这样治好 也花了她十日的时间 才下山找了车马行给她寄去 刚到山下轩辕街道上 就远远地看到防风被牵着天马 朝着她迎面走来 今日真是凑巧 竟然能与王姬偶遇 她嘴角扯出一个笑容 你这是准备去哪里 小妖看看她的马 这匹马怕就是她那天 要杀专须的坐骑吧 无聊 想去城外逛逛 王姬可愿与我一道 去寻找乐子 有何不可 那你先陪我把东西寄了 小妖拉着她进了车马行 防风被把马交给门童 一起进去 掌柜的 寄东西 小妖喊 不知姑娘要寄何物 寄到哪里 一个中年男人问 小妖打开盒子 里面精美绝伦的 一个个糕点一样的食物 姑娘这是 剧毒 可以孕吗 清水阵 防风被瞟了一眼无话 那可是轩辕最东边 靠海了 这运费吗 不低 好 小妖递了银钱收了票据 就和防风背出去 骑上天马 往城外挤驰而去 终于落在一个山谷里 泉泉流水 山花烂漫 清澈的泉水里 有好多尊鱼 小妖最近都关在屋里 谷中空气清新 鱼儿又肥大 真是解了她最近以来的闷气 她忍不住拉住防风背的衣精 不错 你果然是吃和玩乐 样样精通 这里甚何我意 她笑得好开心 不再像那天晚上一样 委屈和难过 她娇俏轻力 只是越来越瘦 唇上气血不足 她心里一阵忧伤 可是她的笑那么美 比山谷的花美 她不禁一时失神 你笑得这么美 若我喜欢上了王姬 怎么好 她的眼角弯弯 黑发如墨 英俊不凡 小妖笑看她的眼 你明知我心里有人 竟愿意当那人的替身吗 她说完 跳进水里准备抓鱼 嘴里轻叹 就算你愿意 我也不一定愿意 说吧 手里就多了三条鱼 上次你请我吃肉喝酒 今天我给你烤鱼吃吧 你就这么忘不了 那个傅心汉 她用法术帮她处理好鱼 又变化出烤锯 架在火上 她既付了你 你又何必花心思 在她身上 小妖把鱼来回翻面 定定看着她的眼 到死 我都是她的妻 此生再无其他人 她想一想又说 我知道她有她的难处 无法勉强 两个人相爱 并不一定要在一起 她可以忘了我 对 她可以忘了我 她拍了拍她的手臂 你潇洒红尘 心思成名 相信必定能理解我所说 她转过头不看她 一边考鱼一边说 我恼她也好 爱她也罢 不过是我的事 她若想不明白 把我忘了 我也不会怪她 本来从开始 就是我先喜欢她的 她几经给了我一段 美好的回忆 小妖说着满眼泪水 一颗颗滴在火上 噼噼啪啪地冒起烟来 哈哈 你看我怎么了 过了这么久 说起来这心里还是会痛 她边边笑边哭 防风背见她伤心的模样 伸手拉过她抱在怀里 摸摸她的脑袋 不说话 这个怀抱和上一次隔了好久 小妖贪念地靠在她怀里 伸手还住她的腰 就让我把你当成她一会 她再也忍不住痛哭出来 防风被被她这么还着腰 一时眼眶微微泛红 任她在怀里哭泣 而她哭累了 静昏昏欲睡 这些日子的单惊节律 每日每夜的治单和练功 在她的这个怀抱里 终于卸下所有的压力 防风被把她抱在怀里 低头看她苍白的小脸 还有眼尾的泪痕 她猴头发紧 情绪翻涌 又生生被她压下 待她睡得沉沉 她轻轻探查她灵力 线下也只有十只稀五 她到底在做些什么 她还有什么瞒着自己 等小妖醒来 即有两个时辰 她发现自己还被她抱着 脸上不经飞红 防风被见她如此 打趣到王姬 今日可是占了我大便宜 小妖一听 尴尬不及 立马起身 我最近没睡好 一时困了 你不说在我睡着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你倒说我占了你的便宜 她睁大眼睛看她 你的风流运势 在大荒里可是有名 这话任你说出去谁信 她好笑地看着她 好好好 王姬被我占了便宜 小妖一听 更是不对了 你再说一遍 看我不撕了你 说着伸手出掌打向她 她一个飞身稳稳低立在树枝上 小妖不管 也飞身过来追她 她不出手 一个追一个躲 两个衣妹飘飘 在灵中飞舞 姑奶奶 你饶了我吧 我再不乱说话了 防风被边说边躲 小妖又一掌现在完了 哪里知道 防风被停下不动 一掌眼看就要拍在她胸口 小妖收回力道掌风一偏 手手打在她身旁的岩石上 岩石炸开 小妖躲避不及 石头就要朝她的脑袋砸过来 吓得她不知所措 防风被朝她一揽 飞身至西边 怎么不小心点 她稳稳地着地 谁叫你不躲 害了我还怪我 好 我错了 大王鸡吃鱼了 她向她作医 以后你可以叫我小妖 不要一口一个王鸡 她腻她一眼 她把之前烤好的一条鱼 递给她 饿了吧 嗯 本来说给你烤鱼 竟又是你烤给我吃 时时欠你人情 她摇摇头 我也没有什么可还你的了 我只会做些丹药 下次我做个大补丹送你好了 车马行的那种吗 我可不敢要 她歪着脑袋摇摇头 放心 是真正的大补丹 一点毒都没有的那种 小妖说可能没这么快 我要慢慢做 细细做 说不定要做好几年 你等着吧 她笑 两人吃好 又在山谷里玩了好久 防风被财送她回宣园城 专须的府邸 自己起骑了天马而去 我可以 接着 去 来 来 感谢观看